第一位的代表 接歐國分手中學 一面 柏宇涵 二面 吳沛冰 外面 林佳琪 四面 趙文正 而坐在左邊的是法綱的代表隊 從中關當亞羅亞加中學 第一面 陳俊堯 二面 陳德登 三面 張米歐 四面 許倫俊 當然除了一載雙方 現在要給大家介紹的是 今天決變勝負的名分人物 也就是本長以來的大會評審 第一位評審 張智正堅審 他是青森大爺 許倫俊 也是第十二屆全變私強兼全場最佳變手 也是第一爹形變的亞軍 第二位評審 陳少康堅審 他是馬來亞大爺 四二變手 第三位評審 李龍順堅審 他曾是新加坡國立大學前變手 新加坡國立大學第三任教練 也曾帶領對國的2011年 中華被換冤和2012年 台灣奧瑞康經營被冠軍 感謝各位評審 在板門中抽空參與粉絲賽會 歡迎你們 好 相信大家對比賽的程序已經相當了解了 那我也話不多說 馬上開始今天這場比賽 比賽的題目是 正方 物化的社會是可悲的 反方 物化的社會是不可悲的 我再重複 比賽的題目是 正方 物化的社會是可悲的 反方 物化的社會不是可悲的 比賽正式開始 首先 有請正方一遍提出到講台 您的生論時間為4分鐘 歷史將會於開口發言後開始計算 有請 謝主席 大家好 上個世紀 馬克思主義思想家 盧卡基提出了物化概念 所謂物化是指把一些東西 甚至是人類當作物件來處理對待 物化是一個不停在演變進行的形態 雖然在不同的歷史進程當中 物化都有不同的表現形態 但學界基本上都統一 由古至今 物化表現得最為明顯的形式 為工具化 而今代最最代表性的物化體現 則是商品化 因此物化可大致上都為兩大類 即工具化和商品化 物化存在了剝削的成分 被物化的人本身作為人類的自尊 已經被剝削 更甚的是被當成的物化商品來對待 所以物化者與被物化者的關係 絕對是不對等的 見這個變題 雙方都不可以以物化的單一好處或壞處來談論 也不能以單一的例子或特殊群體來論證 如果這樣的話 不到會造成雙方僵持不下 沒有任何交鋒 也討論不出結果 因此監要論證物化社會是否可悲 首先要讓大家明白到底什麼是可悲 打個比方來說 一個傷害的出現 受害者可悲視為可憐 也可悲視為可悲 要確定何為可悲 就要看一下兩個場面 第一 一件問題本身必須是人類先創立 並且一手出城的 第二 這個問題發生的時候 人類是樂在其中的 壞的事情並不一定是可悲的 但可悲一定要基於壞的事情 所以大家今天只要夥伴了高中症 物化社會這個現象是由人類自己一手出城的 並且願意活在物化社會之中自得其樂 國防立場變得成立 第一人類自己創建了物化社會 並且大力的灰心它 若一件悲劇的發生是由於自然因素而產生的 那麼我們會同情這個人 認為他是可憐的 可是人類自己創造了物化社會 並且大行其道 使人類從萬物之靈的地位 摆化成了機器的工具 從以前奴隸的社會 美國南北戰爭前的黑奴被當成了商品 來與買主進行交易 而他們本身無法獲得最基本的人權和尊重 並且獲得勞動的酬勞 工業革命時期從非常同工的經歷 我們不難發現他們都已經被工具化了 而這些工具都已經被他們的主人剝削折 這種悲劇把人工具化的情況 並不是自然因素造成的 而是有人自己推倒的 因此它是可悲的 第二,人類發覺了物化社會的問題 不但沒有韓星還樂在其中 滿足肉需求論 敘述了人類獨有的生命意義 不僅要滿足於生存需求 跟追求生活需求 可是商品化卻使人類滿足於統一的層次 無法進入更加高的層次 這是因為商品已經符號化了 腐化了人類原有的追求 原有應該追求的價值觀 今天我們吃大海盪就是寒酸的 吃法國大餐才是好氣的 加肝就載是福星的 加倍其才是美好的 但說穿的也不過是同樣是吃喝穿 反共人類只要能夠負得起錢 就能夠買到幸福的人生 因此人類生命也將失去原有的意義 在今天這個社會 物化已經揮導出了新的模式 就是將所有的東西商品化 反正任何領域的東西都能飙上價格 今天法律的刑罰是為了要承接犯人 讓他們反省 可是只要有錢 你就可以買到舒適的牢房 司法只是難以伸張正義 人類創造了那麼多美好的體系 卻被自己破壞 沒有任何貴重消費之心 沒有支持這種問題 還樂在其中真是可悲 總結來說,人類創立的物化社會 從以前到現在都出現了非常多的問題 但人類卻沒有反思 而且還享受其中 這種刺激透露的行為是非常可悲的 接下來我方將以更多的例子來錄装 我方立場 謝謝 謝謝 請轉發耳邊上台請 時間為兩分鐘 謝謝主席,大家好 對面我現在跟你搭討定義一下 你今天跟著你的影片告別說 你的物化的定義 是不是必須要有一個剝學者 一個被剝學者 才可以定義為 請問醫生、醫人 他收到錢,這個算是物化的地址嗎 沒有,我算嗎 我算因為剝學者 人不在 請問你這個定義 不是,就是那個有剝學者 和被剝學者的定義從來來的 是從一個馬克思的批判學者 盧卡齊 在他的書 對,對,對 對,對 可是呢,據我的書記告訴大家 現在馬克思本人 在1844年他所寫的一本書 叫做 經濟與哲學首稿 我告訴大家 兼顧化雖然有剝學的情況出現 但是並不像對方沒有剝學人權 首先,憲哥有沒有 你的剝學是不是剝學人權 所以哥沒有這個 是馬克思所寫的 可是我們建議去 是不是剝學人權 剝學人權 所以 對方可以解釋嗎 不好意思 這個不要緊讓我錯好不好 根據馬克思 在1844年寫的書 他的書提到的剝學 並不是剝學人權 他們指的剝學 是指 只要一方付出勞作過 他拿到的資金 所以不是他勞作成果 這才是剝學 對方便出現錯過 所以馬克思 並沒有在他的書裡面 奠定了無法的意義 對嗎 他已經奠定這個稿 所以這個 奠定了無法的意義 這個資料我可以給你的 對,這個我可以借給你的朋友 卢卡斯只是一個 把馬克思主義發揚光大的人 而馬克思才是真正的 所以現在整個社會 都在通用這個 努卡奇的發言的手段 對方,這個 對方,你可以 對方,你可以這個 把他借給你的朋友 看他這個定義 是不是這樣 還有對方,你說 對方,我可以論證給你 對方,請他想我講 不好 沒有,你說現在有很多問題 對吧 這個無法社會 請問我花錢 買到我的東西 有什麼問題呢 對方,今天你追求的是 物質而不是無法 對嗎 這有什麼問題 可以解釋清楚一點嗎 所以今天 無法是一個來 用來批判的 對方 所以我可以看到 對方的好 對方只是 歸謬成一個個人利益 不能向我們 對方 不能向我們反發 是社會利益 謝謝 謝謝反方二辯 接下來 有請反方 以便勝論 時間為四分鐘 一時將會已經開口 發言後 開始 對方,今天告訴我們 物質帶來很多問題 可是 跟準備這個方案 我方有三層反駁 第一層反駁 物質根本就沒有問題 第二層反駁 就算有問題 不會告訴我們 這是在樂在其中 可是沒有 我們有在解決 設法解決這些問題 還有第三層反駁 就是說 就這樣沒有告訴我們 今天 物質的社會是可悲的 可是我們看到 在這社會裡面的時候 一個人是可悲 另一個人是不可悲的時候 對方沒有在現象 困難的時候 這個對方便有的邏輯 就不能夠成立了 謝謝主席 大家好 今天我方一場為 物質的社會不是可悲的 台中民意 物化是將有生命的東西 是物化 在現今資本主義的社會裡 才達了商品化的模式 那麼 今天的變題到底是要我們 看討欠什麼東西呢 我方認為 可不可悲不在於 物化的善或惡 而是針對 物化對社會運作的影響 是如何的 因為今天的變題 設為物化的社會 是不是可悲的 所以 同社會的角度 切入是絕對不當的 這使得社會 如果不能發揮它的作用 才是真正可悲之處 因此要判斷物化的社會 可悲於否 就要看 社會物化後 社會還能不能夠 完善地發揮一個社會的功用 至於社會的功用 是什麼呢 我方將通過 以下兩點 依然我方的立場 第一 物化的社會中 人們能獲取自己想要的東西 可達成社會 讓其人成員 忽畏目力的一種作用 人類從古代的 步步交換 到金幣 到銀幣 遇到現在的紙幣 其實目的只有一個 那就是換取自己想要的東西 每個人在社會上的需求不一樣 能力不一樣 可是 當需求超出自己能力範圍的時候 該怎麼辦呢 這時 物化就開始存在了 把勞動力物化 為自己標算一個價錢 聽起來是蠻可悲的事情 可是 在我們周圍 實時的這種事情 正在發生呢 比如說 我們不是每個人都有能力治病 或是 我們沒有能力治病 所以我們要去看醫生 所以我們去繳付医藥費用 可是 照看之下 是天經地利的事情 可是 這恰恰就是物化的體現 醫生一人 是一種人的行為 而如今 把人的行為 買了過來 不僅是把人的行為 當成物品一樣來賣了嗎 可是 請問 這又違反了 社會讓成員互惠不利的朋友嗎 沒有 我方看到 醫生得到他要的金錢 病人得到他要的醫療服務 這是一個雙雲的局面 而這個雙雲的社會 怎麼會是可悲 怎麼會是 讓你們感到悲傷的呢 第二 物化的社會中 人會對國家經濟發展 做出貢獻 達到社會發展 固執條件的功用 物化社會 特別之處在哪裡呢 就是 我們可以得到 與他們付出的 勞工相符的酬勞 而這個過程 被譽為 物化勞 把自己的勞力化為工具 付出勞動 換取經濟上的回酬 恰恰就是物化的體現了 這樣子 人們就會了解到 物化與經濟回酬 是成重比的 因此 人們就有了 對勞動的外在動機 越多的勞動 就越多的回酬 接著 國家的經濟 絕對能夠從中獲取利益 並而達成社會發展 物質條件的功用 詩問 如果每個人 只顧及個人經濟效應 各掃門全學的這種心態的話 不貢獻於社會 我們的社會 要等到幾時來發展呢 如果人們沒有勞動的實際 短暫的目標 勞動的外在動機都會被削弱 但對勞動 持有天下動機的人 不多 隨之導致國家勞動效率下滑 影響國家經濟發展 這將不會達到 幫助國家經濟發展的功用 隨而也失去了一個社會的功用 從關以上所述 從一個社會角度 作為切入點 切入探討的話 絕對可以比個人得失來的宏觀 當物化的得失 完全達到一個社會陰境的功用時 因此 就論證了 物化的社會 並不是可悲的 謝謝 謝謝 我們幫一遍 請正方三遍 上台成績 時間為止 請主席 你好 對頭車我想請問 物化是不是把人當工具化使用 對呀 對頭車我想請問你 工具有沒有權利 有沒有權利 工具是沒有權利 對頭車你有沒有權利 對頭車你只要回到我們 對呀 對頭車這工具有靈魂嗎 工具沒有靈魂 沒有靈魂嗎 人有靈魂 工具會失常嗎 謝謝 對頭車你只要回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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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頭車 現在我們把人 變成一個沒有靈魂 沒有思想的工具 這工具就是不可悲的嗎 對頭車已經在誤解了 對頭車我們看到 一個醫生他集出一個專業 他成為一個藝人的工具 他是有靈魂的 對頭車 請問了 我們有把醫生當工具看嗎 或者我們把醫生當人看 在治療的時候 是啊 對頭車我話說 工具是沒有靈魂 沒有思想 對頭車 所以對頭車已經在誤解 所以對頭車已經在誤解了 對頭車 對頭車請問你用的是 馬克思的經驗 那是 對頭車 那是對頭車有跟我們 達成的共識嗎 對頭車 對頭車 我發說的是 魯卡奇所奠定的 所以魯卡奇他本身 不是馬克思主義嗎 對頭車他是馬克思 對頭車 所以他所奠定的是 有波學成分存在的 可是對頭車的波學成分 那是指什麼我不明白 對頭車 波學是波學有人權 波學還有人權 喔波學有成員 但是魯卡奇是什麼年代的人物 我不清楚 對頭車在誤解 那被我不清楚啊 我是在誤解 對頭車 魯卡奇在最新奠定的定義 是魯卡奇在一把他的劇作裡面 所奠定出來的 不是對頭車所用的 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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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頭車 不是幾時寫的 可是聽我說 對頭車 應該是 1844年對吧 對頭車 那頭車我之前想問你 有問題 那頭車工具對不對 是一樣的 對啊 所以對頭車 我們把醫生當工具 他就不把 不老他拿完美 是嗎 對頭車是有沒有剝削醫生嗎 沒有 對頭車只能剝削 是在剝削人權啊 對頭車 沒有剝削人權 對頭車 沒有剝削人權 是在1948年 才開始成立了一個新的概念 聽到沒有 謝謝正方三遍 接下來 尤其正方二遍博物 時間為三分鐘 地址將被雲林開口發言 重開時計算 謝謝主席大家下午好 根據剛剛的繼續發覺當中 雙方主要交通點 主要是在 剝削與被剝削之間的關係 而這不是剛剛也扯了 我們把醫生當工具看 請問在這裡的各位是這樣嗎 今天你去看醫生 你是為了我把你當工具 你醫好我 你是一個工具 我就是在利用這個工具 請問我們真的是這樣子的一個關係嗎 今天我們 我們社會上 我們和醫生的關係 父親應該是互相幫忙 他幫忙 我們看病 然後我們 我們是一個忠用的關係 請問這個同學 這個同學 不可以把所有東西都當作工具 這樣 這樣今天 今天是不是你們想講 今天評審也是一個工具 當我們評論的一個工具 那麼多學 按照理道論 而更可悲的是 更多學 把那些有生命的東西 當作工具後 而今天工具是一個人類在使用的東西 這麼多學 今天根本老子 人今天活著的意義到底什麼 今天人活著意義 不只是一個被工具化 一個是不斷地在勞出 來得到物資上的需求 今天人根本的意義 根據馬斯洛的經濟塔 人的意義其實 只要達到更高層次 是需要 是需要看監的生命的厚度的 而今天 而今天我方的 而今天我方所採用的定義 而今天我方的財務定義 確實是馬克思主義裡面的學說 可是我方使用的剝削的定義 不只是在馬克思主義 而是在政治學、發展學、社會學 甚至女權主義 我們都是使用相同的定義 而就是在物化裡面 是包含著 關係不對的剝削成分 而除了工具化以外 還有商品化 而在女權主義 把物化就是 把 而女權主義本身就是在 平平著物化的概念 因為女權主義認為說 男性把女生當作作家務的工具 生育的工具 所以他們在嚴重地批評 這個物化的工具 所以其實這個物化 它在 現在它在社會當中 其實本身 是一個具有批判性的一個詞語 而特洋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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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笑地告訴我們 特洋同學 今天人變成工具 是應該的 今天人本來 人為什麼和同學會有區別 這是因為人有靈魂 人會思考 而特洋同學 就把人貶低成一個 一個 從一個畫的故子裡 貶低成一個 我們使用的工具 請問特洋同學 經濟得到很大的發展 可是我們今天可以 就算對方同學 就算你這樣講 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的經濟這麼的蕭草 我們可以看到 歐洲很多國家 歐洲五國 他們不斷地相關移民 為什麼 因為是因為他們的經濟蕭草 而且人類它追求的東西 也不一樣 原本人類它本應該是 追求精神這樣的東西 原本是一看它 生命活得多精彩 可是現在我們可以看到 在物化的社會裡面 人類都在追求 高品牌 明慧的東西 謝謝西方二面 謝謝隊友們 請 对,那我们这样的人用评论的定义吗,是不是? 我直接说三个,我的英文不是很好,我用评论 我知道,这两个 我们现在使用的心意是普遍上自公认的定义 对,一边用马克思定义,我还告诉大家 马克思定义告诉我们 capital,谢谢 马克思定义告诉我们capital employees labor 资本聘请劳力 是不是一个聘请的社会呢? 如果是的话,为什么不是一个个人社会? 是有财有剖学的成分,我们根据的定义是 是剖学,谢谢 那如果这一下对方没有固盘、固庸关系 为什么你看,同工关系 同工团到没有固庸关系 接着固庸关系,普通的固庸关系就不算 可是如果那个固庸关系好像同工 谢谢,我们终于了解 普通固庸关系,对方说不是一个工具 我想请问,在固化的社会中 医生他不是一个 广演这个医人的工具的角色吗? 他只是广演一个医人工具的角色,不是吗? 我们不能够把医生占工具 我们没有把医生占工具 医生在固化的社会里面 扮演着医人的工具 而且医生得到他想要的钱 医生得到你想要的医疗服务 两者之间互惠不利,问题在哪里? 这样的学生里面没有剖学,为什么? 我们是互相合作 为什么没有剖学? 对,他必须认证 这样的学生,所以医生的历史 不可以算固化,我们根本就没有把医生当工具 固化的社会里面,人类的属性 因为军前画上的就是一个物化的例子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 聘请劳力医生 这个劳力用钱来代替朋友 不是一个物化的例子吗? 如果是,为什么这样没有根据 马克思主义路卡西主义都是马克思的学家 告诉我们这样没有比较好 我明白你提出马克思主义 谢谢,所以让我们看到 雇用关系也是一个物化的一个例子 谢谢反方答辩论 现在来就请反方答辩论 时间为三分钟 即时将学生开口发言后 开始下来,有时间 谢谢主席,大家好 今天到目前为止,我们跟对方产生的最大增值在于两个字 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这本书的剥削是在剥削人权 他也告诉我们这是卢卡西在一本书 我想那本书应该是历史与阶级这一书吧? 对,那本书也很广 可是,在那本书里面的剥削体现 真的像对方没有说的剥削人权 那么,就是剥削人权吗? 我方不敢通通 因为根据马克思主义 根据卢卡西那一本书里面写的东西 这个剥削的定义是在于 一个人付出劳作过后 他所得到的不是他劳作的结果 而是薪水 这才是卢卡西跟马克思真正要代表的剥削体现 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对方剥削的定义 定错了 对方不服气 我们没关系 马克思那一本书是在1844年线 对方的历史与阶级是在1923年线 而这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指引人类 什么是人权的一个指标 就是世界人权宣言 则是在1948年才诞生 请问了,在一个社会当人权是模糊的概念的时候 为什么有人会把这个人权 纳入为一本书的中心思想呢?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对方这个剥削的定义 是我们是不能成立 我方剥削的定义可以成立 而且对方今天在应变稿中提到 这个物化可以让我们吃喝玩乐 可是我们跟我们反方提出来 物化的社会真的有关系吗? 对方很明显地告诉我们 物化社会很容易的满足到一个个人的利益 可是我方的思想没有像对方那么短浅 我们说的是整个社会的利益 整个社会的工业是比较达到 物贵互利以及帮助国家经济发展 并不是像对方所说的个人意义那样的简单 接下来,其实这件事很简单 它是需要我们论证三样东西 第一,何谓可悲 怎样我们如何判断出是可悲还是不可悲 第二个,到底物化的社会会带来什么样的效果 第三个,这个效果是否符合了我们双方各自提出的标准 我们来看对方提出来的标准吧 他告诉我们人类发明 人类创造的这个物化社会 它带来了很多问题 可是人类还是乐在其中 第一个问题出现了 对方没有告诉我们 这个物化社会带来什么问题 我方告诉大家 今天医生一人 医生得到了他药的门诊费 病人得到了他的医疗服务 请问有什么问题呢? 第二个,他告诉我们乐在其中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黑奴这个通话 我们都有法律在保障 这个他们 请问还叫做我们在乐在其中吗? 第三,根据对方的那个逻辑来看 医者被剥削就是可悲 那么剥削人的那一者可悲吗? 明显按照对方逻辑他是不可悲 在一个社会同时存在着 可悲者与不可悲者 对方要如何论者 物化的社会是可悲的呢? 谢谢 谢谢各方面 今天有故 请正方一面上班之约 再为两分钟 谢谢主席,大家好 中文教您好 好 都没有想跟警方说认一下 跟那一边是不是承认说 物化是法而公聚化? 当然,物化是法 对,没有错,谢谢 那么一边是不是再承认说 工具是没有思想,没有权力的? 是 是没有错 对方没有告诉我们 首先告诉我们说 物化是法人工具化 再来再把我们 告诉我们说 工具是没有思想,没有权力的? 又告诉我们说 医生帮我们治疗 他是有思想,有权力的? 那要不要三次打嘴巴吗? 对吧 我们是根据你帮博学的定义 弹下去的 所以现在我们跟着我们博方的 坦下去的时候 不要已经完全混淆了 对方可以给我解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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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奇说 对吗? 我们今天播削的第一次是在于 你付出老终后得到的事情 所以如果对方你要谈播削 我们也可以跟你谈播削 所以 对方没有想请问了 刚刚您方医边告诉我们说 工具没有灵魂 没有思想没有权 没有权力,对吗? 是 对没有错,可是 对方告诉我们说 医生是一个工具 可是他有灵魂 医生只是被工具化 则是当他是医生的工具 不是他代表是一个工具 对方医生 对方医生为什么要公具 不会说话? 对方医生都没有 所以对方告诉我们说 医生被工具化 可是医生还是有人 还是有灵魂 这一点对方没有 需要向我方解释 到底是这样 对方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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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就觉得不同 医生的工具 可能 mesmo 它被行为 对方许是在医生 都 reminding 医生是无法 现在请 請問你先看一個東西 你想看舊的思想家寫的 還是新的思想家寫的 第一個思想家寫的 第一個思想家寫的 也就是長得所寫的 謝謝 謝謝正方影片 接下來有請正方三遍博論 直接為三分鐘 計時將會直接開頭 Find and Fall 開始出場 謝謝主席大家好 今天我發出開篇 到現在都一直在統一這定義的問題 那同學所說的我發的問題 都是因為我們的定義 沒有達成多數 今天這個同學也會說 他們是參考馬克思主義 所以我們今天可以看到 馬克思確實是第一個 提出這個誤化的定義的 可是到過後的時候 我們有這個盧卡奇 他就是奠定這個誤化爛定的人 而且我跟Jerry說 馬克思的書是在1834年寫的 而盧卡奇的書是1923年寫的 那我們是應該要看 到後來討論出來 整頓出來過後的定論嗎 而且今天不只是我們 用這個定義 而且看到母女權主義者 他們也是用這個定義 他們反女權主義者 反對決是因為他們 他們覺得男人 把女人當工具使用 當生育的工具 當作家務的工具來使用 所以他們會 爭取這個女權主義 所以同學看到了嗎 他們也是把 孤化這個概念 實際上就是我學的時候 他們才會提出這個 女權主義這個東西出來 就是這段同學 今天這段同學 最大的例子就是 這段同學 這段同學先告訴我們說 物化確實是把人工具化 可是今天同學又告訴我們說 我們沒有把人工具化 所以同學又告訴我們說 我們是有把人工具化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在這個工具的時候 為什麼我們會講工具化 就是我們把一個人 當作工具來看 我們不把他當人 看待要是把他當工具看 這樣我們可以知道的是 工具是沒有人權的 沒有思想 沒有靈魂的 但是我們不然是 我們有思想 有靈魂 有人權 為什麼這段同學可以把一個 萬物資靈 免遞為一個連動工具 的工具 實在不明白 再來 這個同學告訴我們說 這個 這個通工 通工有法律保障 不是請問 這段同學 今天通工是非法的 哪以來有法律保障呢 所以這段同學說 通工還是會被剝削 那段同學通工是非法的 還是沒有法律保障 所以這段同學 通工很慘地被剝削 那段同學 難道還覺得不可悲嗎 這個事件 還有段同學 今天還告訴我們說 這個物化的問題 是有在被解決的 所以我們今天可以看到 段同學 這個是從主編的告訴我們 我們沒有法律 對不起 段同學告訴我們說 這個物化的問題 是有在被解決的 可是有解決 代表不可悲嗎 這樣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坦虎的問題 是有在被解決的 那是代表說 坦虎的問題是不可悲的 坦虎的問題還是可悲啊 這還有在被解決 是很好 可是並不代表它是不可悲的 然後段同學還有告訴我們說 這社會的功用 傳統對社會的功用 是互惠互利隨意很好 所以段同學 你還是很隱憂 因為段同學要互惠互利隨意很好 還說互惠互利隨意很好